婴儿童话 小猪笨笨 小猪今天过生日 她的朋友们都来为她庆祝生日 小朋友们都带来了礼物 小兔带来的是一面镜子 第二天一早 小猪端来一盆水 把脸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小心翼翼地来到镜子前 但当她正要造镜子时 忽然飞来一只苍蝇 人炸弹一样 把一点苍蝇石掉到镜子上了 小猪赶紧拿毛巾擦脸 她擦一次照一次镜子 可怎么擦也擦不掉 小猪把脸擦得火辣辣的疼 急得都哭了 这时小兔过来亲切地说 小猪你搞错了 真正脏的是镜子 而不是你的脸 小猪把镜子上的苍蝇石 指给小猪看 小猪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